金友早上的這種重追猛打 一直要求你 就是恩恩爸爸的這個81分鐘的這個通連 他這麼卑微的請求 我不知道早上跟你討論那麼久之後 你中午有沒有思考 你到底要不要給他 其實我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會盡全力來協助 你協助他什麼 他只是要求你81分鐘的這個通連給他而已 你要不要給 到底要不要給 我們所有的相關的規定會請你全力來協助給 那我請問你 你要協助他什麼 該給的資料我們就要給不給他 機長你不用來 這個只是一個很單純的議題 我只是要請教你要不要給他而已 該給的資料 除非你新北市政府有違規事項 要不然怎麼不可以不可以卸出來 為什麼不可以給他 新北市政府一定會按照相關的規定 該給的資料一定會全部給我們家屬 好 非常好 什麼時候會給 我們要盡快 盡快是多久啊 我們會盡快把這個消費相關 請你我告訴你 我一直一再任務 因為這裡面 不是只有衛生局消防節還有醫院 還有幾個 這個事件到現在已經45天一個半夜了 這個事件到現在已經45天一個半夜了 因為當時在議會也在這個中央有相關公佈的實訊 是不是市長做久 都已經給中央跟議會來做一個說明了 是不是因為市長做久了然後個性會改 在於本席對你的意向你是非常有魄力和阿沙利的一個人 這個事件已經到達現在 今天已經一個半夜45天 要不要給他一句話很簡單 除非我們新北市政府有瑕疵 所以才不敢公佈嘛 如果沒有瑕疵的話 以我對你所了解 你應該是立即公佈 沒有問題 有什麼好不敢公佈的 這沒有什麼好不公佈 好是不給你的啦 我們在第一天就已經把實訊都公佈得很清楚 也給中央了 那也給議會說清楚了 他已經幫你要求 也被你申請要 要求你公佈這個81分鐘喔 我特別跟議員說明一下 在當時的情形底下 我們中央也要 中央跟專家協者 當時我們就提供了中央跟地方的相關的實訊 也給中央了 那在議會裡面也做了一個公佈 本席現在是民進黨團的 的總執行的 這一段總執行的結尾 所以我時間也沒有很多 我要很明確 因為我們早上整個黨團 用了很多的時間在追這個事件 但是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答覆 本席在請教您是 你要不要給什麼時候給 我已經很明確的告示議員們 第一個在當時已經把相關資訊提供給中央去看實訊 中央也對外公佈了 那再加上我們在議會也公佈了 當然家屬還要 這議會公佈什麼 這相關的實訊 都公佈了 相關的實訊都公佈了 第二個家屬如果面對我們所提供的資料 還要哪些方向跟資訊 我們會盡全力來協助他們 把資料給家屬 你的意思說你會把這八十一分鐘的通聯 通通交給他爸爸 我會把所有的相關 能夠提供的相關資訊 給我們家屬 能夠提供這八十一分鐘的時間 的通聯很簡單 沒有錯吧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會根據家屬的這個要求 然後呢會檢視 我們會盡力的協助 也會跟他做說明 這個部分早上其實也就很清楚的 市長這個是你的導務嗎 我早上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對嘛 我在請教你所有機長在回答 我剛剛已經 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次 你從早上到現在 就是要給他 會給他 對嘛 我們所有相關的資訊 一定在相關的規定底下 一定會給他嘛 本席問的很直白啦 對 我沒有辦法像你這樣子的答悟 這種外交零食似的 到底在這邊轉那邊轉 這不是嚇完十八萬 要不要給 會不會給 這就很簡單了 當然 會把相關的資訊 他們家屬所提出來的要求的相關資訊 會給家屬了解嘛 你就是會給家屬就對了啦 會給家屬 相關的資訊的資料都會給家屬要求 會給恩恩爸爸這八十一分鐘的充電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會把這個相關的一些 這個根據他所需要的資料 我在請問市長啦 市長是不是 然後我們會做協助也會做說明 市長是不是 這個我們已經講得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你會給他吧對不對 很多的資料不是只有這些資料 可能還有很多的相關的資料 沒有那麼多的話嘛 我就說 你會不會給他 要不要給他這樣就好了嘛 相關的資料 當然包括家屬所提出的要求 我們在相關的規定底下 這個樣子會提供給他 這次言外交辭令不用那麼多了 沒有什麼外交辭令 本席是一個很直白的人 所以我也很直白地請示你 一而再三四五六七的請教你要不要給他 會不會給他這樣子而已 要給他你說要給他 不給他你說不給他 我沒有能力給他 你直接好像這樣講 跟一說報告得很清楚 他需要的我會協助提供 這個就是會做這樣子的一個協定 市長市長你就要跟你說一句話 你說要給他這樣一句話 二而爸爸昨天晚上有記者會來說 你們所講出來的東西 他聽不懂 他也都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協助 我們會持續的 跟這個 我講你的態度 家人聯絡 我已經很直白地請教你 我了解你的態度 反正你就是不給嘛 你就是不給他嘛 就是八十一分鐘的整個流程的通年 你們市長的認定 我講一個很簡單嘛 我講一個很簡單嘛 這所有的相關資料 不是只有單一一個項目的資料 一定包括很多項目的資料嘛 他又是又 又是 又是他們腦袋 他也跟你們申請了 沒有錯啊 他來申請的 我們能夠給的 我們一定要盡量 給他嘛 你看我們會把家屬所需要的 相關的這些資訊跟資料 我們會全力來接觸家屬 好來跟他說說明 都必須保護警官自己 也可以 也可以說 打擊犯罪的所有證物啊 沒有錯啊 那如果等到 檢察會在辦案的時候 他診斷密入器 也一樣通通公開出來啊 也沒有錯 就像台北市議員習小新 他的那一段也不是一樣 全部公開出來嗎 那你們這種事情 八十一分鐘怎麼不可以公開呢 尤其當事人 還跟你們申請了 好啦 你們要不要給一句話 不給我也沒有意見 市民智慧公平啦 好不好 我說過 相關的資料都會給他嘛 好不好 這講得很清楚給他嘛 相關資料都已經給他 要會給他們了解 會不會給再一次 市長 再一次 會啊 相關資料我們都會給啊 八十一分鐘簽證都已經 對不對 因為 一定要給他以後 會做一個詳細的說明嘛 這一定的嘛 你講這種外銷指令喔 我跟你講 我相信很多人聽不懂 沒有關係啦 你不回答 或者不給 還是要給 本席就等著看好不好 好啦 我們這次下路 我們的地方議題好不好 那是啦 本席要跟你提出這個意見 因為我看你的 因為我看你的